被封为最美丽的火车站 台东多梁火车站 假日人潮众多 积满了游客 大家都想等待火车经过 拍下这个有山有海 还有火车经过的美丽瞬间 可是非假日的时候 是不是就罚人问津了呢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镜头 一块来看看 最美丽的火车站多梁车站 因为网路的传播力量 假日时总是人潮满满 虽然没有停车位 民众只能徒步爬坡 还是不解民众 想要一堵风采的兴致 假日人潮众多可以预期 但是大多民众 都要上班上课的平日呢 周一中午烈日当头 多梁车站的游客 还是没有停过 驻足在没有真意的看台上 等候火车经过 而且许多游客 都是远都重央来到这里 从哪里来啊 江苏南京 那你们是同学吗 是同学 同班同学 那你们怎么会想要来到这里啊 过两车站 就网上查了很多攻略 然后里面都说 这边车站特别漂亮 是的 那来到这边呢 看完这些风景 就感觉怎么样了 还挺好看的 然后刚刚有一辆车过来了 是11点22分的 可是我没抓拍到 然后又拍了一个屁股 但是还是很好看 然后里面还很美 对 还没想再来吗 如果有机会吧 我们从哪里来啊 我们从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那你是带你的谁一起来啊 我是带 我的爷爷奶奶过来啦 来参加 我第一毕业电力 那你们来多两 你们怎么知道多两车站啊 因为我们找了 我们上网找了资料 然后安排了 然后就看看这里 蛮特别的 那来这边看过之后啊 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啊 还不错啊 那个海洋挺美啊 是吗 嗯 因为我们本来想看火车经过啊 在等那个时间 非常棒 Holland 我也是从Holland 我们是朋友 朋友从Holland 他在我看过 太可笑了 我不知道什么我看到 但是非常棒 非常棒 很棒 看到海岸 还有山河 所以 列车缓缓经过多两车站 就像这里 美不深受的景致一般 带来了许多 远赴这里的游客 随着列车缓缓死去 再走的是满满的灰意 有机会也到多两 保览这样的美景吧 记者廖婷娟 泰马铃箱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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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